来到文化古都台南 近400位法轮功学员 为了庆祝法轮功红传29周年 特别举办了这场游行 那么打头阵的是由天国乐团 振奋人心的乐曲 传遍大街小巷 紧随的是美丽的仙女队 练功队伍 还有拿着法轮大法好 针扇人好 旗帜和横幅的队伍 向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 天空中出现日韵美景 仿佛与游行队伍同庆 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游行队伍也在台南市著名景点 赤坎楼进行定点表演 吸引路旁的民众驻足观看 学员也分享自己修炼后 身心受益和改变 在心灵上的提升非常的大 因为过去就是很容易动怒 很容易生气 那自从修炼之后 就在心情上提升有很大的转变 这么多的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修们 然后一起在这个地方 弘扬大法的美好 学员们不会兼具困难 或者是这个天气炎热 他们都愿意这样牺牲自己的时间 只是为了将真相给社会大众知道 所以在此也非常的鼓励他们 当天在台南中山公园 还举行庆祝法轮大法日记者会 台南市多位市议员也到场祝贺 除了肯定法轮大法对社会国家的注意 也一致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暴行 我们在上次在市议会也办过 这个活灾器官的相关的影片 让大家来了解到 中共是如何来去处理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也非常的痛恨这样的一个事情 是非常不人道的 普世的价值 这个人权 信仰 这个都是最最基本的一些人权 我们就是要全力的来声援 支持他们 红赫师尊华诞 红赫师尊华诞 法轮大法在1992年5月 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长春传出 29年来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及地区 超过上亿人修炼 在法轮大法日前夕 台湾部分法轮大法学员 祝贺李洪志先生华诞 也表达心中对师父的感谢 新唐人雅太电视 史静旺赵婷玉林佩云 台湾台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